小姐 你做事嗎? 真是謝謝你 你知道這頻道很重要 不如你給我電話吧 那天我才可以多謝你 我的電話? 你瘋了嗎? 你知不知道電話多重要? 裡面的資料很重要 我連上網都用 Search Shop VPN Search Shop VPN? Search Shop VPN 是世界上發生最快的VPN不牌之一 它透過多個國家和地區同事連線 身份保護和掩飾上網的痕跡 提升到全身的高度 Search Shop除了價錢便宜之外 它不限裝置數目都是一大優點 一個帳號可以分享給你全家一起用 還有一年尾就多假期 有Syfar Monday、Back Friday、聖誕節等等 所以 Search Shop決定加碼 現在輸入獨有的POMO Code 就有83%OFF 不止還可以免費享用4個月的額外折扣 這次多了1個月 勞快去試一下 你瘋了 如果數字其實你都拿了很多獎牌 應該超過一百面吧 現在就嘗試試這衣服 暫時都不行 這衣服太瘦了 看看有沒有加大XXXL的 這個是不是這樣的 我前面之前看 你這裡差一點點 你現在穿著那套東西就是花劍 不行 好像... 好像不太瘦了 好像不太瘦了 有什麼事情想和大家分享 很開心 很不開心 很失望 即是訓練了 結果比賽當日睡過了 沒有去到 是 很幸運 即是睡了的時候已經是不太瘦了 是 睡醒都發現很瘦了 那教練時候有沒有特別去罵你呢 沒有 教練都睡過了 所以就幸運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R.I.P. 今天我們很榮幸可以邀請到我們 香港輪椅劍擊運動員 宇崔儀小姐 我們簡稱崔儀 你好 你好 我們先插手 雖然今天一看來 我像是運動員多些 我才被人接受訪問 由於我們剛剛想試一試那套 裝備 對 能不能穿 由於他們都選擇了很辛苦 才選擇一套我開臉的裝備 既然都穿到就不要脫掉 我就繼續做這個訪問 但我們問問題之前 難得來到這裡 我也想在這裡體驗一下劍擊 所以想麻煩崔儀 可以教一下我們一些劍擊的基本知識嗎 可以 首先你整身的裝扮 已經是一個標準的劍擊裝扮 這一身的服飾 是一個花劍的裝備 你看到有一件白色的保護衣 白色的長褲 長襪 長襪 劍牙 還有一件花劍的金屬衣 我們不如先學習基本劍擊的步法 首先第一個動作要學的 就是實戰姿勢 它有一個法文的就叫按甲 按甲 對 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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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姿勢嗎 對 先按好你的按甲 首先如果你是右手的運動員 右腳就是向前 而你的左腳就是橫放 OK 形成一個類似L字形 然後膝蓋微微彎曲 這個就是一個實戰姿勢 你的手就幻想一下 你拿著一把劍 就放在這個位置 肩膀是要放鬆的 我們這個就叫做實戰姿勢 OK 我們怎樣在劍擊裡面向前移動呢 當我們要向前走的時候 首先你的右腳踏前一步 然後後腳跟上來 我們就會向前移動 再來一個向前移動 當我們要退後的時候 就先後腳退後 前腳再移動 這就是向後移動 當我們在這個移動的過程中 在對方的距離準備要攻擊 我們就是要打一個公步的姿勢 要先休息一下 因為怕你會浪費 對 OK 當我們按公步的時候 前腳就踢出去 對 你可以再打大一點 攻步 1 2 3 對 這就是一個公步的姿勢 那我可以飛嗎 阿劍飛過去呢 是不會的 那些是看四頁草詩會的 那些已經已經出現了 現實中就不行 因為其實我們的劍 會有一個電線 連到它的桌面 所以其實你把劍 都要握在手上 即是這招按隔 按隔 按隔 這個不是按隔 這個就是按隔 這個按隔 這個叫公步 公步 要大聲一點 踢下去 準備 公步 對 好 可以先做手指 OK 褲子包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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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隻手有甚麼要求嗎 你也可以放下 可以放下 通常我們另一隻不持劍的手 我們都會叫運動員放鬆它 因為我覺得你這樣太緊張了 我給它一個下馬威力嗎 可以的 這樣或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那我指著它 也可以 對 給威脅性 我覺得很有金肉條 好 就這樣吧 首先我們試了第一個動作 就是直接出手刺這個馬 對 這個動作做得很好 對 但是你要刺實那個馬 對 這個完成動作 對 即是它要彎彎的 才叫救 對 因為它前面其實也有一個彈弓位 你是需要按鍵 那它把劍才會著燈 好 那你第一個刺中了那個馬 那我想你做一做剛才我們第三個學的動作 就是一個公布 1 2 3 Yeah 嘩 做得很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先講一下 都不知道原來你只學了五分鐘 不然的話 我以為你已經學了五年了 你不是哄我的嗎 不是 你看我的樣子多誠懇 那一定是真的 那通常這隻手 譬如我這樣 我這隻手 通常有人會怎樣擺 通常我們打的時候 我們另一隻手都會擺開一點 因為我們有一個條例 就是如果你入了對方的距離 而對方刺激的過程 如果你令那隻手 就是遮住了右下部位 就會被警告這個網牌 所以當我們要做攻擊的時候 通常這隻手就會擺開一點 你也可以繼續保持著 就是這樣 Yeah 這樣也可以的 Yeah 非常好 你基本 先脫掉面罩 我覺得你很英俊 應該要出鏡 你對 你很有道理 嘩 好熱 OK 你很有型的 這樣可以嗎 因為我們平時打得 都會有些姿勢 你覺得我們可以看的 我們下一步 其實就可以找一個教練 跟你對打 這麼快 對 因為你已經很有天分 也是 但是 你不要那麼謙虛 不是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不是 我怕我不會贏了教練 他以後都很難教 我不要緊 人生總有輸贏 但是你由我教出來 所以我對你很有信心 OK 請問是誰教練 請問是誰 這兩個健身就會往前往 嘗一下 對方的電衣和肩膜 會否有機會 會否有感覺 對方的電衣和肩膜 會否有感覺 按一扇,然後再用敬禮 敬禮是吧? 這次就不死了 然後再戴面罩 哦,OK 要打硬一點 你不要這樣,你不要這樣 好了,今天做一個很實際的姿勢 然後我就叫準備開始的時候 兩個就可以準備凌打了 準備,開始 加速,你動了 我動了? 他在前跡時,你要打開 你打開頭? 開始刺激他 我可以這樣撩他嗎? 可以,你去大膽一點 你大膽一點,開始刺激他 大膽一點嗎? 是 我看過這個大膽,你會大膽一點 他的口腔很帥 你開始刺激他 開始刺激他嗎? 是呀,你開始刺激他嗎? 我是拆掉他 咦,你掉了人嗎? 我上頭 哇,我好緊張 哇 噢 哇 教練要用了一個直接通過的重工 所以刺中了 加速的胸口 刺中我的頭 嘩 都有點感覺 有點彈彈 其實他這個也是一個策略 可能他也是想別人做一個進攻 如果你那一刻是把這個司機 用你最快的速度刺到他 其實他就會失分 我真的太正直 喜歡吃人之藝 對 所以你又有多一個機會 可以試一下吃人之藝 好 現在 準備 開始 嘩 正常不行 你試一下再用步法走進去 然後打個大招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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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怕 因為他沒有進去攻擊的距離 嘩 我知道他會知道 你大打一點去前行 你掉了人包 嘩 嘩 嘩 差一點 你還沒抓回頭 他好像要用我 他好像要用我 再用我去打 OK 你試一下 我給你試一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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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讓我 但是 這次不要讓我暫時1比1 你不要讓我 你可能會輸 你試一下進全力卡 你可以幾百刀到我 開始 再一次 加上你的手不能遮住你的距離 因為你會走 嘩 我真的嚇壞了 大哥 我很害怕 他衝過來的 內細胸胸 OK 1 2 1 OK 1 2 1 不用 你盡全力 我也是盡全力的 好 很糟糕 我告訴你 開始 左邊就是教練 我們剛才也說過 反應是要講求一個進攻拳 我們現在看到裁判器 雙方都一起刺到準分 但剛才的動作 因為是教練起動這個進攻 所以這一分就是判比教練 現在的比分就是3比1 剛才你有刺中他 但你刺中了王炮的課關 所以你其實要嚴重一點 判比教練的有效 沒有問題 是金屬姨的情況 進攻拳就是我 暗時才有進攻拳 打他反應 又或者你在他反動進攻之前 你先試過他 開始 好厲害嗎 是好厲害嗎 這間教練 刺中了加衝大腿的位置 就是無效的位置 如果我們在番組裡 如果有對方刺到無效的話 我們就叫做在原地這個位置 再一次開始 就不用回到一個叫做按加線的地方 撞到平下平下都可以 是可以的 這個動作我們通常會形容為 一個防守和干擾的動作 開始 我會跑得很累 這個小組賽就打5分 直接同體賽就打15分 開始 你贏了我 加衝大腿就進攻 一種教練 一邊均就是2比4 開始 是不是拼 然後在進攻的時候做了一個防手環擊 現在就是4比3 剛剛做了一個進攻的教練做了一個防手環擊 做了貼乎正的動作 以5比3就完成了這場賽線 我們完成了賽事之後 夾手也會循跌的動作 然後再跟對方握手 那隻腳 你剛才知道我一跌點好貼乎正 這樣就很帥 不要教我這招吧 對呀 因為我覺得你這招不想練習 有什麼天分 我不想教你都可以知道 別人都累了 不要玩 你覺得感覺上好像 你以為這樣走一走一走 又不是很累 但其實 為什麼會這麼累呢 大廷 我覺得搖擾氣的原理 就是原理 什麼原理的情況 開頭是會緊張一點 但是後來打打 你會知道他有問題 之後你都會防抗 嚇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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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後來嚇過 你搶了我那招 是啊 是呀 你不記得 你不記得 不記得 不記得 我們到訪問了 現在 你們休息一下 我應該再投兩個月 再回來訪問他們 好啦 斬下玩呢 兩個月後 你瘦了 對呀 這兩個月我也是苦練 再打過 那可能要再投兩個月 不過不怕 我應該有進步 再打一次頭盔 所有問題都是我上網收集 但這次很好 觀眾對你都很好 那些問題都很溫和 玩了劍擊多久 差不多20年 因為我很小時候就開始玩 五歲開始玩 以我所知 你最初是游泳的 對呀 都是想做運動 強身健體 又有玩劍擊 又有玩游泳的師姐 他叫我去試試 他說那裡有很多俊男 所以我就有一個好奇的心態 底下去看一看 但看一看的時候 我發覺其實是衣服有型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戴著面罩 所以大家都很英俊 所以戴著面罩就真的很英俊 那游泳沒有英俊 游泳因為你在水底裡 還有我們埋頭鼓掌一跳下去便會游 不是看英俊 所以劍擊那些是否英俊 都可以英俊 是不是差我呢 我覺得你氣質已經超越他們 滲出來的那些是吧 是裡面漂亮 果然運動員是不同的 你看東西通透很多 其實你都拿了很多獎牌 是否都有十多面 如果是殘老會的獎牌 就拿了十一面 其他世界賽、世界盃、殘魂 其實我也數不到有多少 應該超過一百面 一百面金牌 對 因為其實在家裡 我通常的獎牌 都是我媽媽幫我保持的 我媽媽就用一個 即食麥皮的罐 那麼大 所以被人儲私幾錢 對 她就把我的獎牌 全部撿下去 就有甚麼可以令你一直堅持 堅持二十年 其實也很難 我想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輪椅劍擊這個運動 而且其實在過程中 我又很享受 而且其實在過程完結之後 你經常去比賽 也有機會獎牌 我覺得其實令我不斷奮鬥 就是因為不斷也有機會贏 不斷也有機會上獎牌 而上獎牌也會是 我自己另外一個動力 就是再努力一點去訓練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贏的感覺 但我想問 譬如這個輪椅劍擊 有甚麼吸引到呢 因為你本身是游泳的 輪椅劍擊 相比起游泳 就是有一個實體的對手在你前面 然後你再用自己的技術 自己的一個戰術體能 去打贏他 那就有一個更大的挑戰性 而且當我玩了輪椅劍擊之後 我就發覺其實游泳真的很辛苦 而且你不能吞泡 因為你一跳下去 就不斷地游 教練就叫你不斷游 但是在輪椅劍擊的訓練裡面 你有時候有可能抹汗 弄一下頭髮 綁一下鞋帶 又可以聊一下 又不可以偷一點難事 但我想整個比賽的模式是有些不同 我會喜歡輪椅劍擊 因為是一個鬥志鬥力的運動 你玩了那麼久 有否嘗試過放棄 或者有否嘗試過一個低潮期 在訓練裡面 面對到一些瓶頸都很正常 你問我放棄 我又真的沒有想過 因為其實自己都打了 差不多二十年的劍 其實我也想像不到 如果有一天我退役 我不再打劍 其實我的生活會是怎樣 因為現在可能我 星期一至星期五都要練習 又有很多的一些生活 或者朋友其實都跟劍擊有關係 其實我也很難想像 如果有一天我玩 那個日子是怎樣過 但是我記得其實在2011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換了一位教練 因為以前那位教練 已經大了我整十年了 後來他就轉去另一個崗位工作 換了新教練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個挺大的衝擊 因為覺得跟新教練 可能在劍擊的理念上 有些不太合適 當時就在想 就是覺得 為何自己訓練 整天都進步不了 說著日子 一天一天 倒數就是一二年的殘套會 當時就整天 訓練又會發脾氣 練得不好 很幸運 我有很多很好的隊友 去跟我去聊天 聊天 也有一些健全的劍擊運動員 他們會坐在輪椅裡 跟我去討論一下技術 跟我一起去對練 慢慢就再把自己的信心 去建立回來 所以在一二年的倫敦 我會拿到好的成績 我不覺得 有一個運動員 是完全沒有輸過 或者完全沒有一刻 是覺得很難 這是很正常的 但是在你很困難 很辛苦的時候 究竟你選擇 我就不玩了 放棄了 離開 還是等自己 可能在情緒上舒緩了 我就再看看 究竟在能力上 我可不可以繼續 又或者在一些方法上 究竟我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覺得低潮期 那段時間 有甚麼建議給觀眾 例如我做其他事 做運動 或者讀書 怎樣可以走出來 你那段時間 可能就是朋友 如果一般的網民 我會建議你們 如果遇到困難 不開心的時候 就可以去做運動 因為其實做運動 一來你做完就會出身汗 又會很累 你很累 其實都沒有甚麼心思 再去想一些煩事 但是對運動員來說 因為我們的煩惱 就是做運動 就是例子運動 如果你再叫我 在運動裡面 去抒發壓力 相對是難一點 對於我自己來說 其實我會 吃東西 又或者去休息一下 因為我覺得 當你面對著那個問題 其實你不斷都想不通的時候 其實你不如跳出一步 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可能去聽一下歌 看一下戲 做一些完全跟劍擊沒有關係的事情 讓自己的腦是清醒一點 我有很多次這些經驗 就是當我休息了一天兩天 第三天我就會覺得 好像有點手癢 很想快點回去練習 或者感覺上好像已經想通了一些事情 你經常都會比賽 經常會贏 有時有些成績不容易 你不開心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這樣 就是你剛才說的 可能去吃東西 都會 其實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運動員一定是清茶淡飯 一定是吃那些灑雞肉 零食那些不會吃的 其實我自己就超級喜歡吃零食 一個普通的人 或者運動員 其實你都可以吃雪糕 可以吃一些不同的東西 但最重要就是不要過量 而我自己就會喜歡吃東西 以及喜歡看電影 不想看 謝謝 這個最舒緩到 但我想問一下 所以其實是運動員 但我吃雪糕 吃其他東西 其實都沒有問題 是啊 所以我現在這個飲食 都是運動員的飲食 我看你經常吃好東西 都是健康的東西 海鮮 其實你吃得多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做一定的運動 可以消耗就沒事了 但我想問一下 我這些身形 玩劍擊會不會 沒有那麼好處呢 不會 我覺得很好處 但我的面積大很多 他很容易打中我 不會的 你會避開的 我剛才看到你也有避開教練的劍 也有避開 我經常避開 是呀 避避一下就刮 我喜歡逃避 但我想問一下 會不會真的說 例如我大分一點 還有瘦削一點 瘦削一點 會比較好處 我想其實你不同的身形 應該要配合不同的打法 如果你可能瘦削一點 相對來說 可能你的力量 速度有沒有那麼大 因為可能你的肌肉 比較多一點的時候 其實你的爆發力又會好一點 所以其實因應你不同的身形 或者不同的性格 都可以設定一個適合你的戰術 去訓練 性格也有關係 對 選擇困難症是屬於什麼打法呢 選擇困難症 我會建議他搞定了選擇困難症 才學到 好厲害 我一想說 翠瑜的對答是很流暢 因為看得到你多 是學習的 我也是跟你學習的 剛剛你有說過 你沒有想過自己退役會做什麼 剛好有一個問題 觀眾問你 假如你退役 有沒有想過去做什麼 其實我還沒有一個很清晰的目標 退役之後會做什麼 因為我自己也有做一些電台主持 其實我都很享受跟別人分享 或者跟別人討論一些事情 我相信我將來如果退役之後 都是做一些跟運動 或者見極有關的工作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香港 可以推廣運動是一件很好的事 因為通過運動 其實大家不單止可以身體健康 還是一個很好的媒體 是去令到大家有一個凝聚力 好像今屆的奧運會和殘奧會 香港有得直播 其實都見到有很多市民 是真是很熱烈地去支持 我想大家以前都沒有見過 香港人可以這麼瘋癲 這麼瘋狂地去支持香港的運動員 所以我覺得將來我希望 可以推廣劍擊 是給很多不同的人去嘗試 以及令到多些人去關注香港的運動員 那會不會嘗試做對幕 我見你經常都會 譬如現在IG會開Live 會不會嘗試其他幕前的工作 如果有機會我都會嘗試一下 所以你多點訪問我 可以 沒問題 大家可以追蹤阿翠的IG 我見你經常都會和一些運動員 一起開IG 跟別人聊天 因為我會覺得 其實大家認識的運動員 都是一些得獎的運動員 但我會覺得 其實我們香港有很多運動員 都很值得大家去了解 以及值得大家去支持 他們未必在比賽裡 經常都會拿獎 或者大家很易熟能長 但我相信每一個運動員 其實他們的故事都是很有趣 以及給大家很多的啟發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覺得政府對運動員的資助 夠不夠 我覺得政府對運動員的資助 是越來越多 以及越來越好 但如果你說相對於殘疾的運動員 我覺得我們還有很大的進行空間 例如健全的運動員 他們已經有了全職的訓練 我想已經超過十年了 但對於我們殘疾運動員來說 其實2019年我們才開始有全職的制度 還有我們健全運動員 他是用一個機制去評定他們 每個月的一個叫做經濟的支援 而我們殘疾運動員 也是有另外一個機制的 其實我覺得接下來 可以去做的就是 將兩個機制整合 我們不應該去分 健全運動員和殘疾運動員 因為其實在訓練的過程裡 大家都付出了這麼多的時間 付出了這麼多的努力 以前因為殘疾運動員 是沒有全職的制度 所以他就會有另外一條隊 但既然我們現在都有全職的制度 所以我覺得無論健全的運動員 殘疾的運動員 奧運的運動員 或者我們叫做非奧運的運動員 其實那個機制都應該是統一 是一樣的 保障運動員的收入 保障他的將來 就可以鼓勵更多的殘疾運動員 可以投身成為運動員 明白 好了 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我自己想問 因為我剛剛玩完劍擊 試一下 試一下 我真的覺得挺棒的 我想問一下 我本身玩魔術 每樣的興趣都是這樣的 你學了這件事 它會附帶一些其他好處給你 玩魔術 是令我訓練了我的口才 可能我想的東西會比較特別 你覺得玩劍擊 它有什麼會幫到你呢 在生活上 我覺得劍擊 因為我們很講求反應和協調性 我覺得玩了劍擊之後 人的轉數又會快些 還有我們其實也有很多 一些叫做核心肌肉的訓練 所以就算你在街上 可能你不刻意卡到 你都會跌得比較有型 因為我記得以前 有一次 我下雨的時候出街 那雙鞋有點線 我線腳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類似一字馬的動作 然後我一落地那一刻 旁邊又刮刮刮 其實真的 我覺得你玩了運動 其實你個人不單身體會好些 其實你整個觸覺都會敏銳些 好 今天就很感謝翠兒 謝謝你 謝謝你又讓我在這裡玩劍擊 下次再來 真的要 我覺得我其實都應該適合 我覺得你很適合 不是其實你覺得 你真的很適合 那證明真的是事實 不是我自己覺得 真的要過來之後 再次多謝翠兒 大家記得可以追蹤翠兒的IG 到時可以開LINE 分享一些日常生活的事 再次多謝你 謝謝 好 再見大家 拜拜